9月18日,电影《捍卫者》在京举行首映礼 导演廖熙协主演白恩、贺子明、吕星辰、王怒等亮相首映礼 这也是与何杰的婚变事件后 贺子明首度公开为自己新作品站台 去年年底,贺子明与何杰婚变后 两人一直被传离婚,但都没有正式回应此事 许久未露面的贺子明当天一身西装亮相 帅气有形,但眉头紧锁 电影《捍卫者》为一部缅怀烫志英烈姚子清将军的作品 贺子明在片中演李大成一角 为国民革命军连长,勇猛善战 贺子明透露,他演的这个角色讲义气有江湖气息 平时属于嘻嘻哈哈的性格 但内心知道自己很可能要在战场牺牲 饰演姚子清将军的白恩以白T恤配夹克山亮相 他表示自己被姚子清的英雄精神感染 想塑造出这个人物的灵魂 影片背景是1937年813松户会战爆发 日军对上海战略要避宝山进行了海陆空进攻 姚子清带领600名将士誓死坚守孤城 熬战七昼夜 最终全营壮烈殉国 导演廖西透露 为了真实在线这段历史 主创们经历了一年多的素材搜集整理 18岛剧本精打戏模的过程 捍卫者将于9月22日上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